叶罗莉冰莲花,寒冰晶恢复记忆,睡梦中及开思,睡王子护昧受伤。 冰公主如果一直不恢复记忆的话,那么她就只记得自己是一个人类,自己的名字叫寒冰晶。 而让冰公主知己的寒冰晶这个名字也是梦公主的想法,只有这样,冰公主才能以寒冰晶的身份在梦境空间之中永久沉睡下去,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 终于,寒冰晶恢复了记忆,冰殿终于想起自己是叶罗莉仙境的冰公主。 与此同时,为了拯救自己的魏美,水梦上演终极开思大战,水王子为了保护自己的魏美受伤。 这里有一个前提,就是真正的冰公主已经被封印了,不过她是自我冰封的。 这是叶罗莉动画的故事主线,当初在第八季剧情中,冰公主为了打破寒冰迷宫而选择封印自己。 冰公主封印之后,孟公主才出现了,因为这是孟公主的机会。 为了拯救冰公主,严爵和水王子都来到了梦境空间,这也是冰莲花的主线故事。 水水和梦梦也终于开始上演终极护思,梦公主获得孟多拉的力量之后,现在她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。 而孟公主确实也很厉害,一般情况下,只要在她梦境空间的人都会被她束缚。 说的简单一点,严爵就不是她的对手。 但是水水不一样,她的水是无形的,所以可以穿梭梦境空间。 也可以和孟公主打得不相上下,然而,孟公主始终有自己的主场优势。 然而在护思过程中,水王子还是不敌梦公主,最终被梦公主击中受伤了。 这大概才是最悲剧的设定,看来,不敌的额水水也有不敌的时候,毕竟这是梦境空间,要想击败梦公主谈何容易。 而且梦公主获得了曼多拉的力量加持,这才是最可怕的设定。 也就是说梦公主已经变得可以为所欲为了,就看冰公主自己的选择了。 不过在打斗过程中,冰公主竟然恢复了自己的记忆。 她终于记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,原来自己真的不是普通人,自己真的是仙境冰清御节的冰公主。 不过,即使恢复了记忆,冰公主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她决定留在梦境空间之中。 如果冰公主真的选择留在梦境空间之中,那么事情就变得麻烦了。 毕竟,冰公主的主观想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如此一来,梦公主就算成功了一大半了。 那么谁能劝得动心意已觉得冰公主呢?难道又是王莫出满吗?剧情很精彩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图新章 鲜 开始 感谢观看